记者林慧琴台北报道,为了协助花莲地震重建,卫福部日前成立震灾专户开放接受民众捐款,除了原本的零贵汇款,邮政化播,ATM转账,超商捐款,信用卡线上捐款,国外捐款外,今日宣布在与台湾Pay合作,提供行动支付管道,以利民众捐款。 卫福部社会救助集社公司长李美珍表示,行动支付是数位经济时代的趋势,不少民众习惯在结账柜台的刷卡机避一下或扫描QR Code就完成付款程序,加上此次券目有许多人来电或于脸书留言,询问是否有更便利的捐款方式,因此经接洽后与台湾Pay谈成合作, 未来也会沿逸国外行动支付捐款的可行性。 李美珍指出,自即日起,民众只要下载台湾Payapp,掃描卫生福利部证灾专户付0206花莲证灾QR Code,输入金额,即可完成转账捐款。 过程不用任何转账手续费,需要收据者可治台湾Pay网站填付表格并连同交易结果成功画面。 传真至卫福部02-8590万06621将寄送收据。 截至2月11日,卫福部共收到捐款8553万4630元,后续将以指定用途使用。 全数转捐与花莲灾区使用。 付出